很實際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說 墨學之道 所知道的一些高生大德 修學的過程 也都是由有功用心而成就 大手印修學者是否一樣呢 一樣 所以他要我們不斷地去修 就是有在修 不是沒有在修 只是沒有修的執著 是有在做事 不是沒在做事 只是做事不鞠躬 不計較 所以千萬不要誤解 但他講的是最高原則 你身體不照做 那聲音把它當成空骨回音 那心呢不起分別 只要把握這個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身體不照做 我們不是有一種說法叫為而不為嗎 不為而為嗎 所以其實不照做這種東西 當然在靜的時候 在觀修大手印一直在密心的時候 就在找真正的心的時候 這時候能不動是最高指導原則 最高指導原則是不動 那聲音也不是要沒有聲音 是聲音都跟空骨裡面的聲音一樣 所以不被靜傳 不被靜傳 心不主動照做 然後第三個 意不起分別 就是心不起照做 所以這樣子其實還是一樣隨緣 還是一樣有法好修 而且要精進的修 但是我們昨天又說 行之亡是不勤行 不勤行說斤斤計較 那個不修難過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 那就這個 雖然已經很會修了 但是還沒有到位 就是說有修也如是 沒修也如是 但是不是懈怠和沒修 因緣上你不能修 就不用做功課 你要保持你的心 那一份清清楚楚 如如不動就好了 所以大手印絕對不是要否定什麼 而是要放下一些干擾的東西 遠離一些干擾不對的一些行徑 因為我們人最大的問題 還是照做太多 因為意念太散亂 太散亂 所以有時候這個 有時候那個好像你很聰明 但是事實上都是無敵放始 有那麼半天也沒有一個目標被你打中 但是隨時都要找目標 都還沒有抓準 結果子彈就出去了 把子彈都耗進來 還是一個都沒有打到 所以這個就是散亂的心 造作的心 急促的心 就會讓我們用很多功 但是都白費功夫 甚至不只是如此 你做錯了慣了 你要做對就很難 就好像說我們學佛人 我們最好不要親近外道 不要親近 這一界裡面來講很清楚 你歸佛就不歸外道的宗主 教主之類 就不歸 所以最好是不要接觸 因為以我們現在的免疫力很低 我們的判斷力很差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 你很容易就被左右 把它當成真理來奉行 那他就變成定見 這定見要改就很難了 很難 所以其實是要學 但是在精進之前先搞定 你的知見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法門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才開始下功夫 不要一開始就猛衝 那個其實也是累生累劫的習氣 我們也會碰到很多人 其實是修得不錯的 所謂修得不錯的就是 身練得 調得很柔 那心也懂很多 講話也條條有理 但再怎麼弄 知見就是不純淨 你怎麼聽他講 他根本就沒有理出一個頭緒 雖然講得頭頭是道 他都懂 也都掌握了 但你會發覺 它裡面其實充滿著矛盾 有時候我們是不好意思 把它指點出來 怕傷傷的心 事實上我們冷靜的聽 也會發覺完全沒有頭緒 那這個就是 也是山亂的新手遭感 所以修最惡藥 修之亡 就是無山亂 離山亂 所以我們那個橫河大手 那些口訣啊 一定要隨時提起來用 隨時拿起來用 好 所以還是功課照做 但最高的功課是修心法 修一切有功用行都為了達到無功用 任運而行 剛開始因為從不行 然後開始有功用行 慢慢熟練 熟練到無修而修 無功用行 這個才是正確的方法 不是一跳就要跳到那個最高的法 沒有那個樣子 好 那一個 就在家修本尊法 心咒要念出聲音嗎 最好還是念出聲音 除非有人反對你念出聲音 也只有你念出來 他覺得你好吵 不要干擾 那我們就盡量就持金剛念 持金剛念不是沒有聲音 還是有聲音 但是小聲道只有自己聽得到 要小聲道這種程度 又要聽得到 那功夫要更深 那功夫要更深 但不要不出聲音 不出聲音 咒语就失去聲音的能量 其實很多咒语 就是真言 就是要發出聲 不是不發聲 還是要發出聲音 那你都不發聲 乾脆就不持 就關心就好 一般到不持的時候 都是要收射的 就是要融入心 融入平等心 那這時候當然就不需要再持咒 所以一樣的 並不是說你要一直持 但是沒事的話 有持 總比沒持好 但是真正的要修心 這時候連持 咒都是散亂 都是造作 都是破壞那個心的清靜的一個行為 所以到底該怎麼做 當然你慢慢的去體會 你怕沒有做功課 怕不念沒有功德 那你就繼續練 這時候還是有功用型 還是心有所得 就是趕快累積一些資量 那當然你就盡量練 我們到藏區 你會發覺 大大小小都拿一個轉輪 然後就這樣轉 轉 他隨時在持咒 所以也對也錯 那些隨時在轉了轉了轉的 心裡面有沒有佛 我們也不曉得 但是他養成這個習慣 至少還牽扯一點關係嘛 至少還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那個如果不太用心 就是輸的關係 用心就是比較親密的關係 差別在這個地方 還有持咒出聲跟不出聲功效 要相同嗎 怎麼會相同呢 當然不同 一個有聲音沒有 一個沒聲音怎麼會相同 但是相同同一個咒語 可以這麼說 所以當然 因為持咒沒有說不出聲出咒的 至少要是精感念 就裡面的默契明典 聲音還是在的 但是它震動的範圍 就變得不往外放 所以叫做金剛持聰 不是沒有聲音 裡面還是有聲音 還是繼續默契明典 還是在動 所以這個要更高的功夫 你自己去體會看看 好 接下來 再來 殘期不是要禁語 比較色心 一些人已經開始 持起筆弱的了起天來 我知道內心無非即是戒 但是若見人非即是過 這是見者的過失 感恩見者沒有過失 起煩惱就有過失了 所以我們不說話就不引起人家的煩惱 靈動千江水不動盜人心 但是盜人就是千江即使動 我的盜心都不動 任他千江千翻百滾 我心如如不動 這個才是真的到人 所以也不能說對也不能說不對 但是我想你還是出於一種慈悲心吧 希望大家都能夠靜下來 然後最好不要又開始聊天 心又開始浮動 這個不好 這有點有點可惜 如果一直我們堅持下去 你會收穫更多體驗更多 因為你一說話就散心了 心就散掉了 就散亂掉了 所以最後這幾天關鍵 而且已經修得比較好了 真你多沉默一下 就多體會一點 散心就又失去了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 盡量的不要講話 接著這個也是問題 頓超力断是一次就成就 還是要經過無數次的過程才成就 這裡面那個力断的力 力是力正的力 不是用力的力 力断 力断就是切切 就當下就把它切斷 叫力断 當下切斷叫力断 藏文叫切切 切切 就時間在這一刻把它切斷 所以叫力断 馬上斷 所以力断完全靠的是你的知見 因為你為什麼斷不了 就拿著刀來斷水 水更流 你拿一個念頭 想來斷心意志流 越斷 念越多 所以那個力断 你那個政治正見 所以力断又叫做無修之修 無修之修是不需要什麼功夫 只要提起正念 拿起這一支上方寶劍 所有妄念不得不服 這個要力断 那頓超呢 是托嘎 托嘎就直接就出三戒 直接就出身口衣的束縛 所以這個是要修默契明典 切切不需要修 切切只要建立正確的知見 那托嘎就一定要開始修默契明典 有的沒有這些 因為它是要頓超 一下子就突破羅網 衝破羅網 這種很強的能量 必須要蘊含起來 包括到最後的破網 就前世 這個其實都靠這個很強的能量 來慢慢累積 所以包括知見 要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知見 也要常常修 常常觀照 你如果沒有觀照 那懂而已 只是意識裡面的一個念流 一個資料的一部分 常常使不上力 所以還是要不斷地修 不斷地修 頓超也是要不斷地修 不斷地修 所以 你不要看他沒有在修行 真的修行是不露痕跡的 但是 你不要看一個人不露痕跡 就以為他是真修 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看外表完全看不出來 一個人有修沒修 整個決定點在他對心的掌控 然後接著呢 他心的內涵 所以你心要內涵不斷地豐富 你不修 他自己就生 當然不可能 所以所有的智慧功德 也就負責知良 智慧知良 其實還是要從不斷地累積來形成 不會一下子爆炸性的增長 不會 但是呢 斷惡 去除污名 可以瞬間 所以立斷就是用這個道理 千年的股市的暗市 但是一盞燈下去 馬上就亮 不管他千年萬年 還是只有十秒鐘 突然停電了 一片黑 啵一下來 又馬上亮 這就是立斷 只要有智慧 那所有無名當下就斷 不管你信息多久 但是這時候斷 並不代表保證 你等一下還是會斷 這時候你有提正念 有把你的心保護著 等一下又有三心了 所以根本就沒辦法反應了 又被帶走了 所以時時刻刻都要修 這個就是正勤 所以 一定要清淨三知識 一定要修正法 善知識才會教你正法 有時候雖然是正法 但是沒有善知識引導 你也使不上命 經障就在那邊 經歷論裡面 內容很多 你拿哪一個來修 所以 善知識 他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讓你有一個下手處 然後做的時候有一個根據 有一個參考 有一個諮詢 就是這樣子而已 善知識不能保證你怎麼樣 但是善知識可以保證你真要修 可以修的沒有什麼障礙 善知識 就是這個L字 善知識 这一坐就很舒服 一坐就来气 一坐就整个呼吸 就完全没有障碍 一坐就在充电 你慢慢一定会找到 如果还没有找到 继续找 先找到了你正确的坐姿 再谈调你的心 如果现在连坐都坐不来 说要调心 那其实没有多大条件 为什么 你气不顺 气不顺 心息相依 你气不顺 念你就不顺 他就在那边打妄想 使不上力 一定要气先顺了 念头心也慢慢地就上轨道 要打妄想都有点难 而且你会发觉 你当你做得很端正的时候 好像就有一股力量 保护着 监控着 你的呼吸 你的起心动念 牢牢牢的 紧紧的 医护着 也就是保护着 他当然也不干预 但是就跟护法一样 他随时护持着你 护持着你的身 护持着你的心 护持着你的呼吸 有些人可能还是 没有把握掉到 所以我们首先还是 先从比较粗的 用力的呼吸 腹部呼吸 用力的呼吸 把它吸到头顶 由腹部开始吸 吸到头顶 这个这么讲 你就要知道 我们不是在谈外呼吸 是在谈内呼吸 就是你意念的呼吸 意念呼吸 心气合一 所以意念呼吸 其实就有气 气不是只是这些风 它是有更维系的 一到我里面以后 它变成一种能量 一种压力 一种触觉 一种穿透力 所以 我们 中国在讲那个气 其实蕴含很多 内含很多 不是只有呼吸 内单外单 那个也都是一样 有不同的内含 它的次第就是先从 变满的呼吸 腹部呼吸 由上 由下吸到上 由上放到下 就做几次 让你的身体 完全 慢慢调到 它每一个细胞 都是有被照顾到的 也就是清楚的 然后再慢慢的 把这个呼吸的范围 也就是说你所远镜 本来是全身 慢慢将所远镜 集中到你的中脉周遭 然后慢慢再变细 吸到 差不多跟吸管一样 那是它的范围 没有止碍 它没有止碍 就是你在吸的时候 它是一个直线的 没有障碍的 集中的 就这样进来 这样出去 所以也没有出去 因为我们在 都在关内呼吸 所以它只是上下 那如果我们还不晓得色心 可以从属息开始 看你那个属到多少 不乱掉 就一上一下算一 不管你要属上 还是属下都可以 就一个一个 念一下 先做这样的色心 然后熟练了以后 就可以随随 就只是关照的呼吸 上 下 这么就可以 慢慢的你会发觉 好像气不动 止 越来越清楚了 关 回到心环境 就找到清净的心了 所以六庙门也是可以拿来用 它都是一个很正确的 一个赤地 就会发现 我可以发现 这种东西 我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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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